那玉珍去年確實炒紅丹炒得很兇 對去年真的是這個問題嚴重到 後來在12月31號立法院三讀通過 實價2.0 其實我其實蠻期待說這個事情 可以在公告施行之後 因為1231就是去年最後一天通過 那現在是要等總統府這個公告 那公告之後 其實在這段時間大家有沒有 可能不知道最近出現一個亂象 就是最近賣房的比率非常高 而且有很多人都是預售 然後準備要交屋之前的這些房子 現在都在賣 所以你知道嗎 我最近很多人說 我最近在新莊復都心 我買了一個房子是誰賣出來的 而且我才發現說 這些人背景很特殊 有法官 有檢察官 有那個市府的人 還有調查局的人 這個就跟我們在看那個 翁茂中石木青案的 那個房地產版是一樣的 因為這些人就原來就是在紅單 過低價的時候就買了 買了之後現在什麼 現在總統府公告施行 實價登錄2.0之後 全部都要去登錄 那全部都要去登錄之後 你要轉手就很麻煩 所以現在出現大 所以他們現在就趕快出手出來 對 就是在那個實價登錄2.0之前 最近出現蠻大的一個 這個紅單或是轉售潮 就是我現在準備要去實價登錄了 可是呢 這個一見真章之後 大家就很難看 所以乾脆現在就先賣 就是讓買方去實價登錄 不能見光使 對 不能見光使 不能見光使 那因為你剛剛講的很多司法官 我最近碰到一個人說 你知道那個檢察官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用他女兒的名字買了三四戶 而且這邊三戶那邊兩戶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這種檢察官買房子 到底有沒有拿錢出來 對 不知道 到底拿的是什麼價 而且他沒有 我說那這樣子的話要財產申報 他說沒有 因為用女兒或是用兒子的名字 都成年了不用財產申報 所以你就發現說 這個問題在現在 我是因為最近要實價登錄2.0了 才發現說這個問題很嚴重 那這個要拜這位 這個丁信網紅的 這個吵得太兇 然後造成了立法院 收到了一個新竹的消保官 叫靖邦中 這位消保官 他說這個新竹這真的太嚴重了 你知道嗎 他是在去年5月 大家都在防疫 結果新竹那個高鐵 那個案子是紅單25萬 結果他在5月份的時候 紅單25萬 6月份的時候就說 那我推案了2728 結果2728的時候 他發現說 哇這個人太多了 因為已經被他炒熱了 那炒熱了之後 他就這個馬上就先說 我先暫時延後推出 延後推出之後 竟然在9月份的時候 推出的時候是33 34 四個月漲三成 我們都在防疫 結果發現新竹的房地產 是這樣炒的 結果後來呢 這位消保官呢 接到這個案子之後 才去查說 怎麼會這麼嚴重 所以才有 我剛剛講立法院 在12月31號 通過了這個 接下來非常非常 嚴重的這個罰款 因為剛剛我們講說 像這個網紅 你有手上有6000個人 可是你有沒有這個叫做 經紀人的銷售資格 沒有 那沒辦法 對不起 以前呢 你是沒事的 現在呢 現在你是要被罰款的 因為你沒有經濟銷售業務的話 是10萬到30萬 所以你一張紅單 讓你賺20萬30萬 那罰單就會超過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我問你喔 這一次再推實價登錄2.0 還會有哪些實質的影響 像你剛剛講的 就有一批賣鴨丟出來 對 現在是真的 就是說因為你是這個預售 以前是從預售到交屋 大概兩年到三年的時間 那這段時間你可以慢慢賣 我碰過一個 像在那個新店20張重劃區 現在有很多台商回來 是我全框 我10戶20戶全 就是10戶20戶 我全拿下來 然後 簡直變代銷 對 然後我在這個交屋前 我可以一瓶賺兩萬三萬 一萬也可以 我就直接賣掉 也就是說 我還不用去實價登錄 那對不起 現在這些現象 完全可以在總統府公告 實價登錄2.0之後 你現在手上有的預售屋 大概過年前 就一個月 對不對 說我買房之後 我只要簽約 以前是簽約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潛銷期 就開始出現紅單了 那現在還這個除了潛銷期之外 你真正跟建商圈約之後 你還可以在實際的交屋前 兩年到三年時間讓你賣 對不起 現在這些機會 大概都逐漸減少了 因為你實價登錄之後 你登錄上去 你就是買多少 那你如果登記的很低的話 那也會影響到 同一棟新的房子的價格 所以通常那個登錄 不太有可能說 OK 我明明是紅單25萬買的 可是我實價登錄之後 我去登錄這個25萬 因為然後影響到 其他住戶的價格 所以現在就是我剛剛講的這種 在公告施行之後 這些賣單就是見真章 見光死很難看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這位這個丁信網紅 然後造成了我們的立法院 在12月31號 2020年12月31號 通過這個實價登錄2.0之後 現在建商喔 如果你還故意這樣子 蒙著配合網紅推紅單的話 以前這個可能沒事 甚至像我們在新莊復都心 還有那種紅單被賺100萬 結果告那個賣紅單的人 詐欺 結果沒事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兩個情投意合 你願意拿我紅單去買 去轉啊 所以現在是你只要能夠 拿出這個證明說 當初是賣的是紅單 對不起罰單從30萬到150萬 甚至最高建商如果配合的話 最高你一直連續下去的話 可以罰到2500甚至5000萬 那你就不信邪 那你就看看 這個除了丁信網紅的120萬之外 看哪個代銷敢這樣配合的話 接下來可能就是三千五千萬的罰單 好我們稍後回來